洛杉矶电子娱乐博览会各类电子和游戏电玩产品让人眼花缭乱 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手机游戏产业更是备受看好 由于手机游戏产业前景乐观 传出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和线上娱乐公司腾讯控股 将以近66亿美元高价买下火爆手机游戏部落冲突的开发商 Supercell的大部分股权 知名游戏开发商LocoJoy在电子娱乐博览会上 亮出最新开发的游戏龙族 游戏在韩国一经推出就受到热烈追捧 有投资公司表示 手机游戏产业在2015年的价值达到了290亿美元 预计到2018年时将增长到450亿美元